宜蘭這名男子則是惡劣獨炸 先是撞到反光朗根之後呢 又撞到一名富人 而且直接肇事逃逸 白色轎車停在路邊車頭毀損 明顯有撞擊的痕跡 隨後一名男子下車 關上車門人不知去向 白色轎車左側車頭毀損 零件清晰可見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之大 他說那時候他的車往前停 在那個石入口的地方 他有停下來 然後再繼續開走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讓車輛破損的這麼嚴重 事發在26號清晨5點多 一名男子駕駛白色轎車 行駛在宜蘭永和路上 因為開車前先吸食毒品 導致精神恍惚 影響操控 過程中疑似先撞向一旁的反光欄杆 在撞向對象正在走路的陽性富人 富人遭撞後 彈到馬路對面的草皮上 就連身上的手鐲都因此斷裂 目前人還在加護病房搶救當中 陳蘭在肇事後 為立即來通報警方及消防單位 來及時救護傷者 竟駕車逃逸 汽車藏力 家屬氣氛表示 這名犯賢一定知道自己有撞到人 希望能將犯人神志以防 警方獲報後立即成立了專案小組 積極調閱監視器 在27號將犯賢拘捕到案 也給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